八三球員快攻上籃得分 再多個三分球 深藍色衣服的球員都不差 身體碰撞後再來一個拋投得分 在2023卓越精英全港中學籃球邀請賽上 經過一番激烈比拼 來自英華書院的同學 贏得了男子組的冠軍 而女子組同樣精彩 漢話中學的同學不屈不撓 最終反超對手贏得冠軍 過山車一樣 一開始大家都打得不好 後來大家都努力追上 就很開心地獲得冠軍 我覺得是非常開心的 跟整班隊友在疫情期間三年不停練球 大家都很想贏每一個冠軍 最大的得著就是跟整班隊友 怎樣捱過這一關 練球很辛苦 但回過來是一種成長 我覺得 今次2023卓越精英全港中學籃球邀請賽 是由尖沙咀街坊福利會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 以及由尖旺民政事務處合辦 HP體育會統籌 來自全港32間中學競女爭奪冠亞貴軍寶座 超過500名年輕球員參賽 主辦方更邀請到職業明星隊到場 和同學們進行表演賽 機會難得 明星球員又怎樣看同學們的表現呢? 他們很有活力 團體運動 很多時候都要跟很多不同的球員 或者人去相處 我覺得溝通是最大的得著 現在年輕的時候 勇敢衝一次 如果他們很喜歡 就全心全力去做好 比賽結束之後 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張志華 保安局副局長卓校業 全國政協常委施榮懷等嘉賓 頒獎給獲獎隊伍 並勉勵一班同學 優勝隊伍 將會獲安排到訪內地各省市 和內地球員交流切磋 從而吸取更多的寶貴經驗 對於這個難得的行程 同學們都很期待 我們都希望 免勵各位 珍惜一場機會 開門的時機 磨練你的技術資源 藉助交流 增進加深對內地的認識 其實我們對這個行程幾有期待 我們是第一次 整個團隊 加上阿sir 一齊回內地 可能跟很厲害的對手 可以繼續試賽 可以再一起進步 這場地先 是麥花省球場 第一 在這個球場 希望他們第一次來這個職業球場 感受職業球員的氣氛 已經在賽事未完結之前 我們已經開始了 有些叫做 去大灣區 因為時間需要的比較短些 上次我們去了廣州 接下來我們應該是以湖北為優先 就是希望他們有機會 跟不同程度 不同背景 不同文化的人 其實我堅持這件事是雙向的 希望他們不忘初心 多些做好自己 還有最重要是 講好香港故事 為國家爭光 請到你去做好 我們可以先做好 我可以在一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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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